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开始做直播了 OK 好的 同学们我们上课了 今天晚上我们聊风水 那么看一下 声音画面会清楚吗 听听看一下 OKOK 声音都没有问题 画面也应该清楚 好 等你们上线一下 然后看你们的问题 OK 感觉又好像很久 没有陪你们在线上聊了 好 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 现在接近八点半的时间 我现在目前是在新加坡分寒这里 那我今天就住在新加坡 我明天一整天还是在新加坡 到明天晚上可能比较夜 可能晚上十点十一点 这样才会回去JB OK 来自新三的朋友 我看到你们打招呼了 所以电脑就在我前面 画面非常清楚 OK 就在我在电脑前面 然后我今天打算 就是回答你们有遇到的一些风水上的问题 包括可能你们在农历七月 遇到这个拜拜上的问题也OK 所以你们有任何询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聊 OK 当然如果你想要上线进来 我的直播间其实也OK的 如果你有特别的问题想要进来 然后就是我帮你解答一些问题 其实也OK 等一下我可能会把这个连接给并上去 那目前呢 那就是先看看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能够回答的话呢 那我就会帮你们回答 OK 等等一下下 我现在在新加坡 有没有新加坡的朋友 这今天 明天 两天我都在新加坡 那我在新加坡呢 通常呢 就是有一些风水顾客啦 因为新加坡的风水也蛮多的 所以呢 我们经常 我自己本身经常 几乎每两个礼拜都要进来新加坡一趟 那近期里面也挺频密的 然后过两个星期 我还是会来新加坡 然后我几个地方都会经常跑 基隆坡 新加坡和新山 这三个地方 OK 通常都是我待比较久的 就是这三个地方 好 大家晚上好 哎呀 Yama Yama问几时来 Bineng开分行 Yama我也很想去开分行的 但一直都 就是抽不到时间了 而且Bineng对我来说呢 是我一直很想过去的 因为我认为那是一个蛮大的华人市场 而且我也有很多Bineng的粉丝 现在有没有Bineng的朋友 如果有的话 你也打招呼 给我知道一下 有没有Bineng的朋友 赶快哈 OK Bineng这个地点呢 是真的是我想要开的 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再重募一下 然后我们就会过去那边 开分行的 嗯 OK 我看小Pineng说的一个东西 OK 我喜欢你们的问题 我把它拼上来一下 OK 类似这样子 我们今天晚上就这样子来恢复 问题也OK 然后我也会把我的 这个连接给放上去 如果你们有看到 连接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点击进来 可以点击进来 今天晚上可以 就是给你们进来直播间里面问东西 或者你们把你们的问题写在这个comments里面 我看到很清楚 所以我能够帮你们解答你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很难得我有这个时间和机会帮你们解答 所以你们赶快问你们的问题 然后其他的同学还有粉丝们呢 其他人 我觉得你们在线上 你们顺便也学习一下 别人 从别人的问题中 你们从中学习认识风水 因为风水这个东西呢 它的知识非常广 它涵盖的东西非常大 甚至在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 你没有注意的东西呢 还有可能我们身上的一些东西呢 其实都有风水上的一些讲究 所以呢 只有通过你们这些奇奇怪怪 各式各样的问题里面呢 我们还能够从中 让大家学习更多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很棒很棒 OK 你们继续的问你们的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或有学习机会的话呢 大家能够学得到的问题呢 我就会把它并上去 然后帮您解答 OK 好 我们看到我现在并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萧佩英问了一个问题 那老师 我房子空了三年 那灵机说 看到阿飘 OK 年尾我要搬进去了 请问我该怎么办 OK 来 同学们 跟随我直播这么久的同学们 我相信你们也很厉害 那么你们也 把这一个答案写上来 我们互相 就当作是一个上课学习 然后就互相 就是从中学习知识的一个平台 所以你们也把你们的答案写上来 因为当你在写答案上来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就是在思考 在用脑 然后你就 当你有勇气 把那个答案打出来呢 证明你就是有思考的 所以我喜欢这样子的学生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 不管对错 起码你思考 然后把你的答案写出来 这样子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如果答案错的话 你从中学习 如果答案对的话呢 你就建立更强的信心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这样子做 OK 把答案写上来 好 那问题 问题来了 那物质空了三年 自然 磁产 气产 它就比较 阴阳不协调 那物质空三年 就代表着这个物质呢 是阴气重 那阳气在里面 就三年里面都没有阳气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做一些些就是静宅 我们讲静化这个空间 那静宅呢 它有一些方法 那首先呢 如果你要弄干净物质 简单来说呢 你先把外面的气场和物外的气场和物内的气场 两个兑换一下 所以你必须打开窗户 打开门和窗 尽量呢 就是在早上开始一直开到可能下午太阳 还没有下山之前 你就关回去 然后连续几天这样子去开 让气场内外能够兑换 首先我们先这样 让物质里面充满着阳气先 那么再来呢 因为邻居说有看到阿飘 OK 你要问清楚邻居 有时候这些邻居说的话 哎呀 我不是说什么东西 有时候我们人缘可畏 有时候对啦 人缘是可畏 可是很多时候呢 有些人是乱讲话 或者是 那根本没有看清楚 就自己天由天处的去讲 所以这些你要去查证一下 那未必是这个样子 那你自己去感受 一点物质有没有阿飘 其实我告诉你们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知道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体制 而且我们这种体制呢 每个人其实都一样 只是有些人偏向于比较敏感 有些人没有这么敏感 那你自己去feel一下 你进去屋子的时候 如果你一开门进去 你可以感觉到你毛孔 全部站上来的话呢 OK 但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说这屋子里面 可能会有阿飘了 但是如果你进去 你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没有那种阴森森的感觉 也没有让你觉得 这个空间或这个房间里面 特别阴暗 你经过的时候 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那基本上 如果没有这种感觉 那还好 那你只要做那个气场兑换的 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 开窗户的这个动作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是真的 你自己也不管是心理作用也好 还是你自身反应也好 你就觉得毛孔站起来 然后整个人进到这个空间 就很不舒服的话呢 那我告诉你 你要用宗教的方式 去进化这个空间 那宗教的方式 当然呢 你可以用叫和善来你的家里 就是念经 OK 就是进宅一下 也可以这样子 那当然也有道教的方式 也是可以啊 我们除了佛教的方式 我们可以用道教的方式 当然家里如果有安神的话 OK 那你就更加安心 OK 另外呢 就是在你要搬进去之前呢 你必须在前一天或前两天的时候 24小时里面一直开着灯 不要关 然后开着这个灯呢 是不管你在哪一个空间 还是物质的空间 都必须晾着的 24小时 OK 最少 然后包括store房 包括楼梯底下 这些阴气比较重的 还有所有的厕所 车房 后门的地方 每一个地方的灯 确保是亮着的 OK 到你搬进去的时候 你还需要亮多几天下去 这样子才能够让它气场 再次的转扬 因为我们需要它气场 整个转扬 这样子才能够对 这个你住进去才会 就是比较减少这些问题 我们也是很担心的 很多顾客 很多人都很担心 住进去一些物质里面阴气重 越住越怪怪的 或者住下去 因为这些东西干扰到 你不能睡觉 健康不好 然后东西一直坏 一直漏水 一种怪怪的事情发生 那也是跟这种阿飘 有一点关系的 OK 那我们所谓的阿飘 是什么 你们应该知道 那再来 在搬进去之前 我需要你做一个净宅 那我们所谓的净宅 我们叫做撒三清 比较简单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做的 撒三清 它主要有三样东西 那就是用盐 米和茶叶 这三样东西 搬到一个小罐子 或者是一个小碗里面 撒三清 这个很好的 然后我们自己也有出 独家的撒三清产品 我们的也是很强 因为我们有加了一些 糖香粉在里面 我们的特别有念过 有念过 有加持过的 如果你没有 像我们独家出产的 这个撒三清的话 净宅这个仪式用品 那么你就自己去制造 但你自己制造的话 你只要三样东西 盐 米 和茶叶 这三样混在一起 不要小看盐 盐是里面很重要 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那你混在一起 OK 每一个分量 就是盐米 茶叶的分量 本身米是比较多的 OK 然后你混在一起 然后你去物质里面 所有听清楚 所有 有角落的地方 你就拿一点 然后碗上 人占高 自然就是撒地上的 不是撒上面 撒三清的这个方法 真的动作很多人弄错 有些人以为 这样撒 你以为撒什么纸 OK 所以它不是 它是碗下撒的 你要知道那个动作 是撒地下角落 所有物内里面的 所有的角落 角落的地方 撒在角落 OK 所以会吗 听得明白吗 如果你不明白 继续问下去 因为我想帮你解答 这个问题 小胖 所以撒在角落 所有 OK 从物内 物内的所有角落 不是物外 物外没有关系的 物质内 那为什么呢 因为物质内 通常就是 这些东西 阿飘这些东西 它是聚在你的家里面的 而且它所喜欢留的位置 通常都是在物内的角落 你会发现它角落 其实是巨鹰最强的一些地方 所以它会站在角落那边 所以你就往撒去那个角落 每一个角落 包括楼底底下 包括所有的厕所 store房 只要有角落的地方 你都要撒 那有些角落可能是在门 房门的后面是角落 那个地方你也要撒 只要是有角落 你就撒 OK 那撒完了过后呢 你要放这一下 最少放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能够的话呢 你就第二天 通常我是鼓励大家 第二天 你才拿着扫把 笨斗 在那边把它扫掉 扫掉的时候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必须把它packing起来 你要扫掉 你不要留在屋子里面 当你扫掉了过后呢 你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拿个袋子 把它就垃圾袋 把这些扫掉的米盐茶叶 然后就打包起来 打包起来的过后呢 直接拿出去屋外 必须要丢掉 所以你看它的几个动作 所以撒三青呢 不许每个人搞得很清楚 有些人就以为 他撒了就没事 其实不是这样 你撒了过后呢 你要知道 后面你要把它请出去 所以你要这样子做的 OK 然后就丢掉它 OK 明白 可以 清楚 清楚 我们继续的 OK 如果呢 你照我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了 然后你再看看一下 当然我会建议你就是用宗教的方式 因为宗教其实也是有着它很强的一个力量 在处理这一种东西 但最重要呢 就是自己本身 在搬进去之前 你还要选好日子 OK 选好日子 然后就是每一个仪式 该做的 你跟着新家入伙仪式 因为那也很重要 所以不要搬一个新家 完全不在乎这些仪式 就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 我百无经济 OK 那你告诉你 搬进去过后你不顺 就很够力了 所以还是根据一下传统的方式 然后该进宅的时候进宅 该忘宅的时候 我们要忘宅 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住进去的第一个晚上 你必须把屋子里面所有的灯打开着 除了睡觉的地方 你可以关灯 其他的位置你全部亮着灯 先亮着一阵子 OK 好 可以 没有问题 我们就看下一个问题 我看到很多人已经打问题上来了 那我要看看一下 其他人还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有人叫我记得多喝水 是谁 好 猜 你的名字我不会读 OK OK 是啊 经济里面天气比较热 少喝水了 很多 OK 还有一点哈就是农历七月有一些经济 所以农历七月呢我们不能够搬新家的 所以记得哈农历七月不要搬新家 农历现在还在农历七月里面 农历七月里面呢你们还要注意一点的呢 就是如果你要动工专修的话呢 之前哈七月之前你已经有动工仪式了过后 你可以继续的 但是如果你在现在呢还开始要动工那不要 忍一下吧 八月要到了 农历的八月要到了哈 等到八月初一这一天是好日子 OK 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看一下哈 下个星期一可以做开门仪式吗 下个星期一如果还是在农历七月的话呢 那就不行嗯 OK OK 等一下哈 嗯 我看一下你们的问题 我看一下你们的有趣的问题哈 有些问题很有趣 我觉得很棒 大家可以学习哈 OK 有人问农历七月可以去看物质吗 农历七月可以去看物质 可以做可以做一些事情啦 但是呢 一个啊就比如说结婚是完全不能农历七月不能结婚的 我们结婚呢 我们不做两不做这个六月新娘 还有一个就是七月新娘 我们也不做的 所以农历七月不要结婚哈 婚嫁这东西非常大机会 所以不可以哈 然后搬新家当然也不行哦 所以呢 农历七月可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做到就是新店开张 新店开张是可以在农历七月进行的 而且农历七月哈 如果你新店开张的话 你这个生意其实是很棒的 会会做到火火热热的哈 是不错的啊 这个反而就能够哈 农历七月可以去看物质风水 ok可以去买可以去看物质没有关系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哈 ok我看到一个人的问题哈 秋连问了有个问题老师我想问一下哈 啊发膏发毛是不是不要了 ok秋连哈你所谓的发膏发毛是不是农历七月拜好兄弟的那一个发膏 如果是拜好兄弟那一个发膏呢 他是绝对绝拜的成功哈 我告诉你是绝对绝对不会发毛的 也不会发霉的 因为发霉就是发毛嘛 一样的道理哈 ok也不会发臭的 ok然后呢也不会有任何虫或者是昆虫之类的哈 蛇啊那个老鼠之类的来吃完全是不会的 那个我们就叫拜好兄弟拜成功的发膏 那拜好兄弟拜成功的发膏代表着你这个地方啊 是会被保佑着 他会帮你看惨这样子的哈 所以呢那是很好的 所以之前我一直在教大家说 哎我们拜好兄弟农历七月哈 你就顺便拜一个小发膏 不需要太大个的 就是我手掌那么大的这样发膏就行了 因为这个发膏当你 在这一个地点哈 他是根据什么呢 他是根据这一个屋子这一个地点的 所以在你这一个地点你拜了过后呢 你把它放在你的屋子啊 或者是工作办公室的话 公司的话是最好的 把它放高高的地方给这个屋子发的 然后呢是不需要丢掉必须保留下去 那每一年呢你就收集一个发膏 你会看到就他十年哈 多少年那个发膏都是美美的 在那一边 然后记得当你擦散哈 因为拜好兄弟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擦散 轻角的那个香 那轻角的香 那个香烧完了 剩下那个脚的话呢 你一样保留在那个发膏里面 OK 他是一个证据 一个证明来的 很棒了 OK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看一下哈 下一个人的问题 OK 好 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回答哈 问题 我看我能够陪你们到多久 就多久了 我们一切随缘 然后从中呢 你们在 在这一个直播间里面呢 你们也可以学习到很多风水上的知识哦 嗯 是 OK 来 我看一下哈 哎呀 这也是一个很头痛的 Peggy Peggy问了一个问题哈 就是 老师 神台可以对准犯作吗 嗯 如果不对神台 那么就是对大门了 所以有时候会遇到 这样子的状况 那就是因为空间的问题 空间的问题哈 尤其是我 嗯 我看到 因为我看很多新加坡物质的风水哈 我就发现 很多新加坡的物质 就是面临着一个问题 有些一进门就是翻错 然后真的是没有位置移的 这种状况哈 那 嗯 那么就是对大门了 所以在对大门的话呢 我会建议哈 因为对神台 我们一般都会相信哈 如果我们吃 华人吃饭呢 我们吃饭 你是有吃肉 然后你拜的是观音的话呢 观世音菩萨 那你就不要 你就不可以在他面前吃 这个肉 这个样子哈 嗯 所以 如果再让我选择的话 我宁愿哈 如果你拜观音的话 或你拜 你拜佛的话 当然不可以吃肉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宁愿你对大门 然后对大门的话 你加多一个屏风 在前面挡着 这样子来解决掉哈 OK 如果呢 你拜的是 好像类似 有一些道教的神仙 是有吃肉的话呢 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OK 所以你要看是 拜什么样的神仙 有一点关系到的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选择上 因为空间的规划 所以我们在取舍之间 在你做任何选择的时候 你一定要对比他的利益币 哪一个是最严重的冒犯 还有最轻微的冒犯 真的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选 就是哪一个冒犯的比较严重的 那个我们要避开哈 OK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的思绪 这样子的思想 好 OK 嗯 家里要看风水如何预约 你联络助理 助理那一边哈 OK 联络助理比较好 嗯 OK 来我们再继续看下期 OK Jet问了一个问题哈 老师家里有间condo可是 嗯 放空没人住 残甲的时候哈 可能一年有几次学校假期的时候才过来住 对吗 残甲的时候才住上 一两晚 哇 这个屋子真的是 放空了 钱太多了 嗯 请问这样好吗 短住之前有什么经济吗 OK Jet 这样子的问题哈 我跟你讲一下哈 那有一点物质 就像刚才讲的一样的道理 就是物质放空太久哈 阳气自然就没有了 它只有阴气 所以你要住进去之前呢 一样开 或者是你久久过去一下哈 所有的窗户 所有的门哈 包括sliding door corridor terrester 那个corridor的door 全部打开来 让内外气场兑换 不要小看内外气场的兑换 你知道在风水里面 我们有一些招数哈 就我们有一些摆正的方式 我们需要开雾顶盖 然后接受阳光 直接照到物质里面去的 然后直接照到物质里面 还不用紧 还照到物质里面的地上去 所以呢 我们会有一个风水的正法 我们叫做改换天星的 这个做法哈 改换天星 天上的天哈 所以呢 在这是一种特别的 啊布局方式 这个会我们会去到一些比较啊 特别的状况 我们会做这一个 所以你就看到它的气场的 这一个啊兑换是很重要的 但是改换天星的 这个布局呢 它比较严重一点的 它是属于比方说大型的山产 比如说 OK 比方说啦哈 比方说 我们行山就有一些shopping center 可能匡费太久了 然后呢 有其他的 哎呀发展山 啊就拿下来 要重新把那个shopping center 给建筑起来 而那个是匡费很久 而且甚至也闹过鬼的 这个shopping center 我不讲地点 你们自己猜哈 在JV有这样子的事情哦 然后呢 那个shopping center 在很多故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要怎样把这个shopping center 的阴气呢 给调换成阳气 这个呢 我们就一定要做 改换天星的 这个风水布局了 所以这一个 它会开掉屋顶 打通每一层的一个地方 要算出一个地点 然后打通它 直接到地上 连地上的moset都要打通 让阳光 晚上和白天 我们叫日夜的阳光 直接都照射到 它整个中心点的地上去 把地区全部给启动 所以它是一个 很特别的风水格局 当然这是属于 我们的专业的布局方式 你们可能听不清楚 听不明白 但没有关系 这小小的分享给你们 所以呢 你就看到 那屋子没人住的话呢 屋子没人住 当然也不会像到 那个shopping center 那么阴那么严重 因为shopping center 不一样 它空间大 它里面很多那种 走道的地方 它通常就会阴气 特别聚阴 它就会特别 这种状况出现 OK 但是呢 一般上的屋子 不会去到这种状况 只要你去到 屋子里面的时候呢 你记得 把所有窗户 所有门窗 全部打开来 让整个气场兑换 不要有任何 屋子里面的异味 所以呢 你可能需要 就是 就是喷一下空气 新鲜去 然后把风扇 冷气全部开 然后喷喷一下 然后地上 骂一下 给整个屋子里面的气场 新鲜一下 那也很重要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还有另外一点 很重要的呢 就是要开灯 一定要开亮它 就算你去到屋子 是白天的话 你觉得有踩自然观 就已经够亮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的建议你还是 因为太少住了 所以你还是需要亮灯的 所以包括每个地方 厕所也好 房间也好 每个地方 你给它亮灯一下 把一些不好的东西 给请出去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当然 你也可以撒三清 可是撒三清 这个东西呢 稍微有一点复杂了 就是这样 我只是小住几天 我还要撒三清 这么麻烦 还要去烧掉 所以你不至于去到这样子 那我觉得 照我所说的 这样子 兑换气场 还有一个呢 就是亮灯 这两样东西 其实就已经够了 OK 好 希望你回答到你的问题 明白 OK 好的 其他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其他人的 什么样的问题 等等 我翻译一下 你们的问题 OK 好神奇 有 瑞翰你说的 OK 大家看看他的问题 我们的福海 这是我处的一个证法来的 OK 瑞翰他说 请问福海招财证 福海招财证 是我们独家处的一个证法 它是一个 我这里没有sample OK 看助理 等一下拿sample给我 OK 福海招财证 它是一个证法里面 招财证里面都是财神来的 OK 它是五路财神 招财证里面是五路财神 OK 那这一个招财证里面 我们放 我们可以放在书桌上 其实也可以放在 税凡里面是可以放的 但是还可以放在客厅 柴卫 办公室都可以的 你看他写 我把福海招财证放上去了 过后我的姐夫 他看到福海招财证出现一位蓝色衣服 拿着一本书的神明 OK 你们自己上网查一下 蓝色衣服拿着一本书的神明 是谁 蓝色衣服 财神里面的其中一个财神吗 OK 你们自己查一下 因为 这个就是我们的招财证 我们的招财证很棒的 其实我们出很多独家产品 这是我们的招财证 如果你们可以上网去看我们的东西的 OK 所以很多人都会拿我们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招财证 有看过吗 他所谓的是这个 福海招财证 所以福海招财证里面 你会看到这有五位 五位神仙 OK 所以他会拿着蓝色衣服 拿着一本书的神明 好特别 我这里都没有看过 你形容一下 神明长得什么样子的 OK 我帮你查一下 我自己都没有看过 我也很好奇 OK 他很棒 有时候会有这些神明跟人们的一种感应 就是看你自己的信念 每个人的信念不一样 所以当你坚信一个东西会存在 它就会存在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一种信念 就像我身后的 你们看到我有放福禄寿 那我一直很坚信 我去到哪里 福禄寿三星都会始终伴着我 那福禄寿代表着什么呢 福禄寿其实就像是贵人来的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一些贵人 所以你放一些人像的东西 我们不要去放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像的东西 你要放你就放福禄寿这样子的 很吉祥的 因为当你想到福禄寿就带福的 带路的 路是财路 带瘦的带健康的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们的贵人 那有些人的命里面 他本身有福心 OK 有路神 也有财心的 那你就更加应该放福禄寿 因为他会跟你产生着一个对应 是很棒的 那我自己本身呢 我没有福心 我也没有那个寿心 我只有路神就是财心 福禄寿三星里面的中间这一位 其实在我的八字命里面都有出现 所以我自己本身呢 有着一个财心跟着的 所以特别爱财 特别会赚钱 就是因为有着财心跟着 所以你会看到我每一个办公室 在我自己本身的布局方式呢 我会把福禄寿呢 做我的靠山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布局 你们想要的东西的 那么另外呢 你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孔雀 金色的孔雀 也是我另外一个布局 那因为金孔雀自古以来在皇帝的 在以前我们的皇帝的这个时代的说法 就是金孔雀呢 他是吃比较有毒的东西 所以他会把所有毒的东西 或别人对你的诅咒不好的东西呢 他跟你化解掉 所以他有这一个力量的 然后金孔雀他也是 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咒 也是跟孔雀有关系的 那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就是念经的方式 那么孔雀呢 在风水上呢 他的确是能够摆在办公室的 OK 摆在家里面也好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因为他是属于比较神圣的一个风水物品 所以睡房里面是不能够放的 所以你要懂摆金孔雀的这个位置 但他能够为我们带来很多东西的 OK 所以很棒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摆什么东西呢 就是看你自己意念上 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你摆我的福海招财证呢 基本上就是预案东西啊 你想要财神来 所以你想要招财 所以自然呢 可能就会 比较有灵性的人就会看到财神的降临 很特别 你的这个真的很特别 好 我们再来看 OK 我们再来看其他人的一些问题 是不是很特别 所以有时候我在直播里面 你们的分享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们用了我的东西 或摆了我教你们的正法 得到什么样的反应 回馈 反馈一下 给我知道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我才会知道 这种东西对什么人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但我自己本身呢 是觉得还蛮不错 OK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 OK OK 另外呢 OK John John 问了一个问题 老师好 很有理吗 老师好 OK 新加入火 要挂门材 好 还是挂红布 好 OK 那什么是门材 什么是红布 要弄清楚 门材呢 是挂在门头上面的 OK 就是有写着恭喜发财 或者是写着出入平安 然后就是一个红色的 然后有一丝丝丝的 OK 那个是门材挂在上面的 那挂红布呢 或者是红材布 OK 或者是挂红材布 OK 它的就不一样 因为挂红布或者红材布呢 就是比较传统的 红色的布 然后有两粒球之类这样子 甚至有些是三粒 三粒球的中间多一粒球 甚至有些下面再多两粒球 有五粒球的 红材球 会有这样子的 有看过吗 红布 红布代表什么呢 只要你家里挂上红布 代表你家正在办喜事 OK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挂上红材 门材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挂上门材呢 只是可能一些节日性的东西 OK 过新年 你挂个门材 OK 春联对联之类这样子 它是代表着节日性 大家一起同欢庆的那种感觉 但如果你是搬新家的话 或者家里有人结婚 或者是家里 我刚才是你天丁 你都可以挂上红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告诉 左邻右舍 告诉经过你家的 这些朋友 或者来到你家的亲戚 给他们知道一下 你家正在办喜事 正在冲喜 所以我们才会挂上红布 所以它是有差别的 所以新家入伙的话呢 是属于人生中的一大喜事 办新家是喜事非常喜的一件事情 是你独家所有 它跟节日性不一样 节日是大家都一样的 那挂上这样子可以 可是你独家所有的 你独家的 就你家里面才有的 这个喜事呢 你必须挂上的是红布 OK红布 红彩布也行 OK明白 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搞清楚状况的 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 过年又挂红彩布 什么东西 他都挂上红彩布 那他就代表着 他家一直在办喜事吗 那不是这样子 然后红彩布挂上去的时候呢 你要记得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你就跟他拆下来 但有些人就觉得 我想过久一点 我想让大家感受一下 那个喜气 那醉酒不可以挂 超过三个月 不可以挂超过三个月 三个月过后呢 你家每天还在办喜事 那就很奇怪了 然后最机会呢 就是你家的这个红布 红彩布 它生灰尘 拖色 OK 或者是有破损的 这种现象呢 就代表你喜事已经转换了 变成不喜的事 不好的事情 所以他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反而就越来越不顺利 那我看过很多做生意的商家 一些店面的商家 搬进去做生意的时候就很开心 一样挂上红彩布 然后过后呢 生意做下去 一年两年三年 忘记掉 把那个红彩布给拆下来 然后变成很拖色 很旧的 那个布在前面 那直接影响到你店的生意的风水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清除下来拿下来 OK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OK 好 清除 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我这样快速的回答你们的问题 挑选式的回答你们的问题 那就看缘分 看谁就比较lucky的话 我就选到你 OK 好 再看看一下 我看到一个全家福的问题 那个我想回答 等等 我再 OK 好 明明 明明问了一个问题 老师 全家福挂在 没有跟我说 老师好 OK 全家福挂在客厅沙发背后好 还是全面好呢 OK 明明 全家福 客厅沙发的背后 还是全面好 OK 来我们来这样子来思考 你们认为是背后好 还是全面好 同学们 到你们回答问题的时刻了 来跟我讲你们的答案 你们的想法 为什么 给我答案一下 等你们答案 有时候我要看看一下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不要只是我讲 在我线上的同学 进来平台里面的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应该要有一点自己的一个想法 就当做一个让自己训练训练好了 很多人已经开始有人写答案了 写答案给我 全面 全面 你看大家都在写答案 为什么 全面呢 跟我讲 严因一下 那你们讲的答案 这样我就 我就不用讲了 明明他们就会帮你回答问题 全面好 你看 全部都在想 全面好 有人说背后 只有一位说背后 因为家人是靠山 不对 全面好 答案是全面 对了 你们很厉害 大部分人在我的平台上都很聪明 你们都答对了 Good 给自己一个赞 好聪明 那为什么会是在全面好呢 为什么会是在全面好 OK 我看到郁珍说的对了 郁珍说大家都可以看到 是的 那全家福呢 我们把全家福挂在家里面 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就是给大家看到的 让大家记得一家人的 和和气气 开开心心 拍那张照片的那种气氛 那种感觉 所以全家福真正 他产生的风水效应呢 就是这个样子 影响家人的 那个 就是让家人增加凝聚力 OK 就是 他就是要制造这个效果 那风水化呢 跟全家福 跟家人的照片是一样的 就是必须要什么呢 看得到 越看得到的位置也好 那大家坐在客厅里面 坐在沙发上 那你会去看到后面的那幅画吗 就当你坐在沙发上面 背后 你背后的那幅画 你是看不到的 OK 你是看不到的 就像你看我这里摆的风水物品 全部在后面 后面是我看的吗 不是 我看的是前面 所以我的前面就要挂地图 因为我要看的 我的后面是什么呢 是靠山不一样 OK 所以全家福呢 它是要影响到家人之间的感情的 增加凝聚力的 那家人在 出现不愉快 气氛不好的时候 看着那些全家福就一起 当时的开心 所以就很多事情就会算了 就会觉得家 才是最重要的 全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要知道那种气氛出来 所以要影响到他们 只可以挂在哪里呢 就他们 当他们坐在沙发上面 就看得到的位置 那是最好 OK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的位置 那是最好的 因为 所以在放沙发前面吧 OK 因为你一定是坐着 看着前面的 OK 你不会坐着 看着后面的东西的 OK 这样大家明白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问题 这样子都好 你看你们多聪明 你们都在回答问题 OK 等等 我看一下你们的问题 我觉得有教育性的问题 就好了 OK 若玉菲问了一个问题 老师 请问 如果其中一个成员离开了 这个已经自逝了 还可以挂吗 全家福的照片 他应该是在讲 那我告诉你 全家福的照片呢 其实 里面有家人离去的话呢 你也是一样可以照挂的 不用把它拆下来的 那我家里也是有挂着 全家福 那有父亲的照片 那父亲已经离世了 但我还是照样挂着 因为它不会影响到我们什么的 所以不需要 因为有人离去了 而把它拆下来 那我曾经看过一些 就是比较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 比较封建的思想的吧 那就是家里 当有人去世的时候 那些照片 他把那个人的头像剪掉 或者粘一个东西上去 其实不可以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要保留那一份美好的记忆 所以你可以继续保留下去的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其他人的问题 等等 你们的好快哦 问题 我要读一下都还没有读到 就跳上去 OK 来我们继续讲这个 MH1的一个问题 老师好 OK 红彩布一个月后怎么样处理 就是一个月后你挂上去了 一个月后你把它拆下来了 过后呢 要如何处理 对吗 很好的问题 你看其他人没有问 就变成我没有讲到 所以还好看到你有问 那一个月后 当你把这个红彩布拿下来 你就要把它拆下来 OK 拆下来挂上红彩布 有些人是打铁钉上去的 所以那个铁钉呢 你拆下来不只是拆布 我告诉你 那个铁钉一起拔下来 然后那个墙壁有洞的话 要补回去 如果它不是铁钉 它是属于钩的 3M钩的那一种 一样要拿下来 因为挂红彩布的地方 是我们家的大门口 大门口不能够有任何控制的钩 或控制的铁钉 有些人是会留着那个铁钉或钩 就想到 我下一次的时候 还可能要再挂上去 再用到 我不用再重新钉上去 其实不可以的 因为你留着那一个钩 铁钉它会造就另外一种 我们叫玄珍煞的东西 影响到物质里面的气场 还有人的运势 所以你必须一起把它拿掉 如果有裂痕 或者是有洞的话 还要跟它补回去的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我们把它拿掉了 拿掉了这个红彩布 又有锈球又有彩布 我们要怎样 有些人 OK我告诉你 不可以拿去丢掉 这个新家入伙的红彩布 你无论如何 你要收在家里面 收在家里哪里 不可以收税房 这个你要收在客厅 可以收在饭厅 可以收在储藏室 store房可以 储房不要 所以你收在这样子的地方 把它收着就行 放在一个袋子里面 绑着 然后收着 不要丢就对了 不要丢掉 红彩布象征这一家的 喜庆的东西 所以不要丢掉 那么下一次 如果 搬新家的过后 多两年又新的 就是有家里又办喜事了 又要冲喜了 有人结婚或者是有人生小孩 而你的红彩布是还很新兴的话 你可以重新用 但是如果你的红彩布已经放了五六年七八年 已经开始拖色 已经旧旧了 皱皱了 很难看的 你不能够再用了 你就可以收着 明白吗 尤其是结婚 如果是家里有婚嫁的话 那红彩布你拿出来 你觉得旧旧 但是你要省钱 你挂上去 那就不大好 那能够的话 就完全换一个全新的红彩布上去 OK 那天丁呢 勉强还可以这样子 但结婚的话呢 就要比较新一点的那种感觉 OK 所以要收着 把它收在家里面 OK 然后这个红彩布呢 是你家新家入伙的 如果你有亲戚 或者是另外的一间物质 另外一间物质 红彩布是属于这家的 听清楚 是属于你这家的 如果你在另外买到一间物质的时候 你需要再挂上红彩布 你不要拿这一家的红彩布 过去那一间新物质 不要 你重新去买 那东西不是很贵的 那么你也不可以把你这个红彩布 你觉得新家入伙 用了一次过后 这红彩布我没有用了 那我借给人 或者我送给我亲戚 我送给谁 给掉别人呢 这不大吉利 这个不能够这样子做 你必须把它留在你的家 找一个地方把它收花 总而言之 有几样东西是不可以给人的 OK 家里旺炉不可以给人 新家入伙夸火炉的 火炉不可以给人 然后呢 这个红彩布不可以给人 另外一个东西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家里的 如果你在家有煮饭的 那个大煮的 那个握头 用到旧旧的那个握头 经常用的那个握头呢 是不可以给人的 所以这几样东西都不可以给人 OK 所以有些时候 很多人就不注意这种小细节的 就会把自己的一些福报 或者一些财气 这样给分薄 分薄了 所以要注意 所以你们要问问题 你们问到呢 我看到 我帮你们解答 OK 所以你看我们学到很多新鲜的问题的 新鲜的答案 很新鲜的知识是很好的 OK 好 嗯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还有些什么样特别的问题呢 我们看看一下 嗯 嗯 OK 等等哈 等等我们看看一下你们的问题 哈 OK 再来呢 嗯 我们看一下风水问题哈 Gris Hank 问了这个问题 OK 老师晚上好 Gris 晚上好 OK 请问哈 你是问 请问房间门对着 呃 对着全身镜子 有问题吗 这个呢 我相信 呃 同学们哈 线上的同学们 你们自己回答一下吧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得有问题 你自己也不觉得有问题吗 应该有问题吧 房间门哈 你一开房间门直接看到一个全身镜子对着你的房间门 就是说呢 你一开房间门的时候你看得到自己开门 经济你看得到自己 这样子的话呢是不对的 不能够这个样子 如果是有这种现象的话 你拿一个布遮掉你的镜子 那就解决掉问题 但是你不可以加一个门帘 你加门帘是没有解决问题的 所以你要拿布遮掉的 遮掉的东西一定是镜子 而不是门的问题 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会弄错 本末导致这个会弄错 这样子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 所以在门对着镜子真正影响到的是那一面镜子 所以你要遮掉 要换掉的是那一个镜子 OK 镜子还是在影响整个风水的关键 所以镜子要遮掉 要不然就禁止整个换位置 因为门一开门直接看到禁止的话 会导致在房间里面的人的气场 运势也会不好 然后自己本身也会睡眠上 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房间对着镜子还会导致什么呢 破财 因为他会把所有的气场进来这个房间里面 全部给反射出去了 OK 所以是一个不好的风水 所以你必须要移掉镜子 OK 把镜子移掉 是很简单的东西 把它移掉就行了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嗯 OK 随随随随随问了一个问题 老师请问生日礼物可以送包包吗 会不会等于把财运送给人呢 OK 生日礼物可以不可以送包包 可以的 生日礼物可以送包包 没有问题的 OK 生日 生日礼物呢 你要送给他名牌包包啊 Gucci Gucci LV Brother 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送包包这东西 我们可以送给一些比较亲密的人 比如说送 男朋友送女朋友包包很好的 女朋友送男朋友包包也很好的 因为这是让对方找得到钱的一种一种祝福来的 那你会送一个人包包呢就希望他能够赚大钱啊之类这样 包括送小钱包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哈 当然在选择包包如果你要讲究风水他有很多颜色要注意啊 形状要注意啊等等的这些要注意的细节哈 当然如果你送的是那种比较大个的包他就没有那么多讲究啊 只有一点点讲究但你送给人是没有问题的OK送给人是可以的哈 甚至甚至你在你可能在就是有些人是用过了过后呢就自己不大喜欢 可是又很新在这种情况之下再送给人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他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是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哈如果是你自己随身携带的钱包 那个小钱包钱包和包包不一样啊包包是属于大个的 如果那一个钱包是你自己随身携带而且用的比较久 已经超过了一年以上就是已经跟着你有你的气场 钱包跟包包的气场是不大一样的哈 有你的整个气场在里面因为财气都在里面 那一个钱包呢你就不可以乱送人了 OK那一个钱包你已经用过的你可能可以传给啊 你可以给孩子之类这样子可以比较亲密的人可以 但如果你把它整个钱包送给朋友或者朋友家哎 你的钱包反正不要啊你就送给我吧啊 啊之类这样子哈 这个你全万不能够做因为这的确是会把你的财气给分出去啊 那种就不能旧钱包你自己舍不得丢然后又要想换新的钱包的话呢 那旧钱包你可以把它变成你的暗财库风水 因为他就是你的风水来的他拥有你的气场 所以你可以把它整个那旧钱包放在你家的保险箱里面 如果他没有坏的话是不需要丢掉的 OK所以他坏掉的话呢已经坏掉你也不可以这样子去给人 因为他有你的气场 OK啊好啊是不是很好又可以帮你们回答的一些问题哈 好 嗯 嗯 啊我刚才有一个有一个牙齿牙齿的问题 牙齿牙齿等等等等哈 在跑去哪里 OK 特别的问题 Jess Jess问了一个问题哈 老师可以回答如果牙齿不整齐是不是会 会运气比较坎坷 嗯 你知道吗牙齿在我们面向学里面哈 我们有有两种学啦 一个叫面向学 一个叫向理学哈 向理学关系到我们所有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动作肢体 语言讲话态度语气啊 还有这个声音啊 啊之类这样子的哈 面向学呢就纯粹是在我们的面容的 所以牙齿这一个东西呢 它关系到面向学 又关系到向理学这两个东西 所以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牙齿呢 最主要就是那你说的这个不整齐哈 是不是会影响的运气比较坎坷 它多多少少会影响你的运气 那牙齿越整齐的人是越好的 尤其是哈 女孩子的话呢 牙齿整整齐齐 OK整整齐齐飘飘亮亮的牙齿 你能够嫁到 我们讲所谓的嫁贵夫哈 就是你可以嫁到很不错的另外一半哈 就是你可以做少奶奶 也可以什么之类这样子 你可以嫁到很好的 所以牙齿整齐的女人通常会这样子 那牙齿比较不整齐呢 他通常就会说 你所谓的命运坎坷呢 对我来说呢 他会遇到比较多问题 让他来解决 所以做事情呢 可能没有这么顺利 遇到的问题呢 也会相对的比较多一点 那么牙齿当然他有很多讲究 比较忌讳的就是门牙哈 我们门牙是在我们最前面 也是我们整个脸的中心 我们脸会分一条线划开的 就在门牙的这一边哈 其实两颗门牙中间 那一个缝呢 是不能够撬开的 门牙中间的缝撬开 有非常漏菜的现象 而且呢 也会导致到运势变得不稳定 所以门牙门牙能够的话 如果你发现到有这个牙缝 而且是在门牙缝撬很开的话呢 你一定要去做这个 微整也好板牙也好 怎样都好 把它拉回来 只有拉回来了过后 你的运气就开始变顺 因为我们人眼的整个中心点的 这一条线呢 是不能够到的牙齿这一边呢 漏洞的 那它就代表着你做的东西呢 到最后可能会面临失败 所以一定要 如果线上也没有人家 门牙是缝开的哈 一定要把它拗回去 扑回去了过后呢 扑回去了过后 命运也会慢慢跟着改变 然后所有牙齿的东西呢 尽量就是给它整齐一点 不要有太多漏风的东西 因为漏风呢 当然就是代表着 有点漏财啊 漏气啊 等等的这种问题 那门牙不整齐呢 或者是门牙有很多 凹吐的问题啊 等等哈 它会导致到你性格上哈 变成爱讲是非 所以爱讲是非啊 或者是爱去管其他事情的人呢 通常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这是你想要的吗 这不是 这是因为你牙齿的风水 会导致到你的性格慢慢变相成这样 所以你把牙齿全部收密了 不要有这些缝的话呢 是是非非的东西你也会减少了 但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运气也会变好呢 人员是不是也会变好呢 你的正面磁场自然也会变得更加好 所以呢 不要小看牙齿它也有一些风水讲究 所以杰斯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所以你们要问啊 你们问奇奇怪怪的问题也不用紧 反正呢 我的 我的 嗯 我懂很多东西 所以我都能够帮你们解答的 ok 好 嗯 喜欢有帮到大家 是不是很帮 你可以今天可以学到很多这种知识哦 我觉得很棒哈 我再看看一下你们的问题 嗯 差不多了哈 我看一下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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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哈 嗯 看一下 嗯 嗯 嗯 看一下其他的还有些什么特别的问题 嗯 嗯 所以我的产业会越来越多 因为就是嗯 会跑去买这些东西啊 所以他会有另外一种效果出来 所以呢他会增加你另外一种的财富 所以看那个风水的东西看我们怎么样 要求和怎么样啊 去布局 那他很特别的 所以钱包有他一个风水讲究是很棒的 下一次哈这个下一次跟你们分享 ok 那钱包里面犯什么东西也是待望我们的 所以我也是会跟你们分享的 啊 所以这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分享 因为大家都想要什么呢 都想要钱包里面财运满满了 谁不喜欢 对吗 ok 好 来我再看其他的问题哈 嗯 ok 其他的一些问题都很简单哈 然后我希望呢 回答一些比较特别的问题 我看一下 ok 好啦 差不多啦 我看一下 好那么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我现在在新加坡 然后我在新加坡门市 我们今天新加坡门市应该是开到晚上10点哈 然后呢 我会待在这边 然后明天呢 一整天我都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的朋友哈 嗯 如果你们哈 还有之前在我们网络上订购东西 记得还要来拿你 我的房间里面还是有很多你们的货 还是很多人没有来取货 所以呢 记得来取货一下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明年2023年的风水日历 ok 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 所以助理已经把图冰上来了 所以你们有看到的话呢 你们要可以去我们的官网下单 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里面下单的 ok 然后其他的呢 就是一直要提醒大家 我们8月15哈 来临的8月15 农历的8月15 中秋节这一天晚上呢 也是月光菩萨的诞辰 也是月下老人的诞辰 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所以这一天呢 能够许愿增加人缘 增加人际关系的 所以一个很棒的一个网上来的 然后我们也有做法会 所以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 这个月光菩萨千灯成愿大法会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我们的连接 然后自己打上quote 也可以去我们的官网 我相信很多粉丝 已经习惯去我们的官网 所以什么东西 你们去我们的官网就行了 ok 那我今天晚上的直播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然后我们明天有时间的话 继续在线上分享 ok 那我下线咯 大家早一点休息 ok拜拜